民众党的风暴会不会冲击到他们自己 比如说2026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在昨天TBS 做的一份最新的民调 是关于新北市长的民调 那你会说这跟民众党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们先来先说结论 就是不管李四川跟谁对战 他都是赢的 李四川就是都是领先的 那其中里面细项来分 你看他做了好多组 李四川苏巧会黄国昌 侯孟凯苏巧会黄国昌 刘和然苏巧会黄国昌 等等这样做下来 好那里面呢 我先说一个这个归纳整理 民众党的认同者有50%支持黄国昌 27%支持李四川 15%苏巧会 所以有27%是挺川博的 好那中立选民呢 比较支持李四川有33% 好21%支持苏巧会 只有7%的中间中立选民支持黄国昌 好所以我先看到呢 尤其是这个黄国昌 黄国昌的支持度一下子 啪的好像掉到只有10% 李四川40% 领先民进党的苏巧会32% 民众党的黄国昌只掉到10%支持度 好那到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是表态他要选啊 那之前其实这一段我想很多人都有点印象吧 也就是李明贤上节目的时候 康文就问他说要不要赌国民党在新北 会不会离让黄国昌 李明贤说有啊 他私下他曾经也问黄国昌问相同的问题 但他自己又回答不太可能 除非用民调 这时候主持人这个小五哥 谢政武说黄国昌问了什么 李明贤说问他国民党有可能离让吗 他回答不可能 他说其实就在上厕所 有时候常常跟他会同台上节目 那在厕所碰到就聊两句而已 好可是目前看来这个 当然距离2022还有一段时间啦 可是也看得出来 这一波民众党内的风暴 首当其冲都还是自己嘛 关于新北市来讲的话 是不是已经没有明天了 老实说民众党这一波风暴 如果没有大破大力 把整个民众党改头换面重新出发的话 2026 2026他们现任的议员 恐怕都有很多有危险 你不要说是什么遍地块 发率拓展 县市长根本想都不用想这回事 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黄国昌这个民调TVBS 应该做的还是在 这整个事件大爆发之前 如果是在之后的话 我看恐怕会更惨 所以你说他自己民众党的身份 会不会影响到他 多多少少会影响 但是黄国昌当初 他说他要选新北 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可是老实说他在新北 本来实力就不强 这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过去经营的选举是系纸那边 那他在系纸都已经 他连任都不敢连任了 那你就知道 他在新北的经营是怎么样 那其他的地方他什么时候经营过 所以你没注意到吗 连洪梦凯都比他强很多 所以我今天刚好跟洪梦凯同台 我说其实这个民调显示 如果李四川不选的话你可以选 你不一定会输 真的啊 他们差一点点 他跟苏小慧跟林佑昌都只差一趴而已 对啊 那如果黄国昌不选的话 整个情况会变化很怎么样 很难讲 对不对 所以如果川普到最后真的不选的话 洪梦凯看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棋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是题外话 这也不是TVBS要做这个民调的本意 那重点就是在于 我觉得现在民众党根本不要去想2026 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一回事 你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再说吧 眼前这一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民众党就等着准备2028直接泡沫 我讲这样话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巴西部分区嘛 那到2028这巴西部分区都要卸任嘛 民众党如果持续这种颓势的话 到2028他就直接跟史带利亚一样消失 就是这样嘛 所以他们现在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 现在根本不用去想什么未来布局什么东西 是要想现在怎么赶快 去把自己过去的这些错误赶快导正 民众党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家事跟党事不分 你一定要赶快分开这些事情 要助力一个规矩 柯P不是最喜欢讲SOP吗 你要赶快定下这个SOP 就是以后柯P加所有的事情 跟民众党完全要分开 然后柯P要想办法约束自己的家人 以后不要再对政治有任何发言 这个感觉上好像是不民主抱歉没办法 你要从政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 因为你要知道他发言也就算了 陈佩琪的发言常常跟柯P是不同调 然后常常他们两个解释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会出状况的会出大事的 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形吗 所以我一直觉得母亲疼小孩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私下疼就好 你不需要敲锣打鼓让全世界都知道 没必要 我也不觉得他们家去买个豪宅又怎么样 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却买豪宅 这个气氛 对不是就是让人难看吗 大家记不记得那件事 韩国瑜当年在选举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文三贝 连买一台二手宾室都被人家拿出来讲 对 说你这什么庶民啊 还开宾室啊什么 二手宾室才多少钱 就连韩家军都被讲就是 还不是韩国瑜本人 谁告诉你文三贝是穷人啊 他自己有余温的你觉得他会多穷 人设不同 他只是没有穿一些 没有穿金带银给你看 你就觉得暗穷吗 文三贝比我有钱十倍你知道 我跟你保证 那人家只是不喜欢炫耀开台宾室怎么了吗 但是问题没办法 台湾的政治就是这样子 大家记不记得陈志忠 当时不过当兵的时候开了一台Juggo 对对对 被人家骂翻了 老实讲他家买一台Juggo算什么 但是问题是你当兵给我开Juggo 然后你告诉我你是三级平护之子 那就是这样一个人设一个感觉嘛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 既然你做了这个人设 你就好好扮演这个人设好吗 你柯P每一次都要告诉大家你没钱 你希望大家小额捐款 那这时候抱歉 你就不能够穿金带银 你就不能够花的太多的钱 在一些一般人认为不该花的事物上 没办法 就是这样 你要装也得装出来 所以柯P如果想不清楚这一点 那民众党就玩完 想清楚这一点 未来也许还有希望 宾哥 那如果说这个2026民众党的双北都无望的话 是不是唯一方式你也只能蓝白和 或者是你要的话你是白银自己得靠过来 不一定啊 谁说的 他也可以代价而沽 对啊 因为其实对白银本来照理来讲 对白银最好的策略就是代价而沽 就是看哪一个当时的政治形势 我跟谁结合 对我有利我跟谁结合 就是我们把它比作国际的话 就是小国不要一定要把押宝在哪一边身上 随时看状况我可以随时跟谁好 其实白银在立法院他们秉持的态度不是也是这样嘛 只是现在目前的形势 他没有办法跟绿合而已 因为绿是执政党 但是如果地方选举的话有的时候很难讲 对不对 看对方推出来的是谁 然后看当时的整个环境氛围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也未必他一定要跟蓝的合作 其实讲实在话本来就未必 所以蓝的也不要以为说你死定啊 你不跟我合作没路走啊 你如果越是这样想啊 反而人家跑得越远 所以我觉得蓝军也不要以为说 白的完了 实际上很多人都在讲啊 你白的如果真的垮了 你要知道白的很多人本来是支持民进党 对 他到时候全部回归对你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下场 至少在年轻人这一块 只会显得国民党劣势更大而已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自己也要去想一想 不是说白的完了 柯文哲完了 蓝军就会捡到便宜 不见得是这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修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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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